如果你有youtube帳號 或google帳號也可以當youtube帳號 那你就可以來訂閱 訂閱的話就是subscribe 我這是英文介面你可以換中文介面 你就可以subscribe 訂閱 訂閱以後裡面有新的錄影的話就會告訴你 那這個現在大概已經快即將近200個人訂閱了 在這個所謂的大師級的在台灣排名大概也排到30幾 那總共被看的次數大概兩個學期下來也超過10萬次 大概12萬次有了 那這個同樣的 這個外人看的比我們同學看得多了 就是這個 所以說誰來看這個資料我們在帳號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年齡分佈啊 你用什麼樣什麼時間 那youtube在那個仔學習裡面 你每一個動作 事實上通通都有做記錄 那這個裡面呢有一個播放清單 那這個裡面 Playlist就播放清單 中文叫播放清單 那他就會把這個 我現在有很多播放清單 像這個我是我上學期的一個訪問教授 他來做演講 我要錄下來 這個是腦資訊學 這個腦資訊學是我們下學期研究所的一門課 Emerging Web Technology 這個是上學期的 Web星星科技的那些錄影 那然後 這個職訊局的 那我們課的播放清單在哪裡呢 我們課的播放清單 在 F08 這是去年的 webfunk的播放清單 那去年是課程錄影 我們是F09 應該是09的 我們的播放清單 SF09的 很像我沒有把它放進來 所以我現在就把它放進來 那這個 怎麼樣把它放進來呢 Edit一下Channel EditChannel EditChannel 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裡面 我要希望看到的 好像這個 這個是我最決起的F09 這個F09 分戰式系統也還沒有放進來 那有一些 有些可能我就不把它放進來了 F09 這個 就這一個 F09 這個播放清單 我已經建立好了 可是 沒有把它列出來呈現 就 SafeChange 好這樣子 在播放清單裡面 就可以看到我們這門課程的播放清單 那這門課程的播放清單 應該現在還是 我忘記了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加東西 有沒有加東西 F09 F09 這個 這個播放清單 這個播放清單 我現在只有兩個 Diginal影片 那等下我們下課再來放這個影片 OK 所以這個是 那還有一個共同筆記 共同筆記我直接從這邊來看好了 那共同筆記的話 那 共同筆記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共同筆記 我就現在這裡介紹 等一下就可以少介紹一點 等一下 那共同筆記這裡就寫了 共同筆記 現在是 現在不叫collective 現在collaborative note 這個 這個 我要把這個修正一下 好 好 我現在我現在就用 我就用修正的方式來 我把 你如果你有帳號註冊進去 好 現在我就譬如說我現在就登錄 好 登錄進去以後 那這個你就可以 Edit這個共同筆記了 好 每個人都可以Edit它 都可以編輯它 好 那像我們這個共同筆記 這一頁好 我現在就我編輯了 好 那 那我像我共同筆記現在叫做 collaborated 不叫 不叫那個 嗯 共同筆記的那個 我們像我英文名稱 我把它改了 對不對 不叫collective 有的時候最早還叫做common 合作的這個筆記 對 那我把它這個編輯一下 然後呢 你可以選這個網址 我就不是用automatic 這等於做線上做網頁一樣的 那現在這是文字 那我給他的這個網址 我也可以定下來 如果不定網址的話 取的就是一個這個no的名稱 那網址定了以後呢 就儲存 好 那這裡就是collaborated notes 這就改了 那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呢 這個東西就是 由老師同學 主要是同學了 有一些東西是 我也在裡面寫了不少東西 大家一起做的一些 就是共同筆記 共同筆記本來是醫學院 醫學系法律系用比較多的 那他們不是在網路上用 上課的時候大家要聽課 就沒有 那我們就沒有時間來抄筆記 那我們是用在什麼 我們是用在這個 預習 然後在複習 然後當然也是一個作業 一起共同來做作業的這個用途 那 那我們跟那個不同的 所以很大的一個不同就是 這跟Wikipedia有點像 就Wiki裡面是大家一起共同的來編輯一個東西 但Wiki裡面編的都是名詞解釋 那我們現在這個共同筆記呢 它是有架構的 就是老師助教 像我每個學生都會把這個架構稍微調一下 我們會調 那你同學是沒有辦法編這個架構 調整架構 這架構被 所以我們照這個學習課程內容定下來了 可是內容呢 每個同學都可以去編輯 那編輯的話 你是改一個逗點都沒有關係 改逗點 改什麼符號 改語氣都沒有關係 那編輯完了以後 你的這個 每一個步驟 每個紀錄都會被記下來 你都可以看到 在共同筆記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這個 都可以追蹤了 每一個動作都可以追蹤 誰在什麼時候做些什麼事情 那個版本都可以還原的 所以 所以這個是一個 當然我們給分數 這個也是分數的一個部分 所以這個 這個是共同筆記的 那我基本上我們是分組完 一組負責一個主題 大概我們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這個談的時間 談的比較多一點 那我會繼續 我希望在15分鐘之內結束 然後我們再休息一下 然後再繼續 那課程社群剛才談過了 Bootmarking是用Delicious的 就是這個 我們的 我的最愛書籤 那我們有一個課程的 Google Calendar 這個 因為都外本的 Delicious這邊 又又出來一次 對 那Second Line 這個Second Line的這個 我後面再介紹 那我們在學校的ICANN系統 唯一用到的一個部分 就是成績 那所以 也就是大家交了一個作頁 或者你 post一篇文章以後 SI 那個成績 就會在ICANN上面 這註教隊在ICANN上面 就會 所以你的成績 從一開始到最後 最後 最後的那個成績當然 我通常都還會做調整 那 那 基本上 你的這個成績的進度到什麼地方 什麼作業有交沒交 你在那ICANN上面 可以看的很清楚 所以我們唯一用ICANN的地方就是用到成績的部分 好 那我們的Electric Topic 最後很快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開始就有Homework 今天的Homework零就丟了 Homework零是什麼呢 其實沒有算分數 就是你回去以後你把這SIVs看完 上面有哪來的服務 該註冊的該做什麼的就做完 這個就達成了 那這個 那 那今天會介紹等一下SIVs介紹完會介紹HTDP 然後呢 下禮拜就是Lab1DUE Lab1是什麼等一下會介紹 Lab1是用一個 網路分析的軟體 去看一看網路用YShark 去看看網路上面去看看別人的密碼等等 當然不是看密碼 我們說網路分析就跟 跟網路的這個犯罪是一樣用一樣的工具 那像上次那個 Nitra介紹的時候 其實用那個無名破解 來吸引人是OK的 可是 可是那是一個犯罪的動作 那這個 我們來分析網路流量 那可能是比較好